這個檔案的分割 也就是把那個all.txt再分割回25個檔案的方法 那這邊當然我想出來 總共至少會有兩種方法 所以這邊有方法1跟方法2 那其實方法1跟方法2哪個比較好啦 其實當然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跟不好啦 只是說可能剛好想到的方法 那比如說方法1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那個splitter把它做切割 切割剛好就是因為兩個換行的位置 並且把裡面的檔名取出來 這個是我第一想出來的方法 那另外其實之前也想過另外一個方法 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file回圈 然後讓它去用file方法 file的話就是尋找兩個換行的位置 然後並且把找到的那個什麼位置記下來 然後頭跟尾其實就可以變成一個檔案了 然後再讓它往下 一直往下找到沒有位置 ok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一直讓它找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是-1喔 意思就是說找到不是-1就一直找 直到找不到為止 ok 那只是說如果以那個程式的那個 難易度來看 好像上面這個方法好像似乎比較簡單一些些 所以原則上我就以那個上面方法一 當成是我這次講解為這個主要的解說的那個方法 解題的方法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個re 這個改一下 這個好像沒有一個目錄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做切割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我們可以先把那個檔案先打開 哪個檔案 就是低碟底下的all.tst 讀出來 然後做切割 那並且知道說它的檔名就是第16個字到第17個字 那因為是從0開始所以變15 冒號17就是到16 15 16這兩個字 當成檔名 ok 那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可以什麼 底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直接來看一下程式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我們得到的就是 檔案名稱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是什麼 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那我已經知道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把它串在一起print出來 ok沒問題之後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delete的掉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就 一個一個的把檔案 這個怎麼呢 做從第0個到最後一個 做什麼呢? 其實理論上應該可以寫成0.len 不過你想說老師你這邊為什麼要-1 因為如果你沒有-1的話 好像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試了之後才知道 好像會多一個 為什麼會多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 print println List1 List1裡面到底有幾個? 把它print看一下 26 不過檔案幾個? 25多一個,所以為什麼要-1 然後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主要的原因應該是 我們輸出的時候 因為在那個程式的後面 這邊 我們原來的那個分割的程式 後面是加c加上這個 所以變成說 在最後一個檔案的下面也多一個 所以變成當然 多了一個怎麼辦? 那就把它減掉就好 所以這邊為什麼會多一個-1 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這個當然如果 主要是因為 執行之後發現錯誤 把它增加上去 所以這邊有一個-1 那這個0其實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我把它省略掉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要把 讀取到的那個串列的第0個 寫到什麼呢? 寫到全省郵局地址的下面 然後檔名的話呢 就是 直接 跟他講說是那個串列裡面的 第15跟第16個字 寫出的模式記得 這個時候的話呢就可以是W模式喔 當然你用A模式也可以啦 因為A的話反正如果他裡面沒檔 就是 直接是寫出去 那如果有檔案就寫在後面 好那我們用W模式好了 寫出去喔 所以我把它寫到哪裡? 寫到第一疊的全省郵局地址下面喔 然後會先得到3重.tst然後把它寫出去 接下來的話呢把那個串列裡面的資料 rise出去 並且把它close 所以第一個3重寫出去了 然後換中立 中立寫出去了 再來的話其他 每一個一個的 通通幫我把它執行出去 所以各位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假設我執行給各位看 所以程式其實 說真的也沒幾行啦 實際上呢比較重要的 不外乎 就是 開檔 然後切割 開檔切割 然後之後的話就是把檔案呢 這個寫出去 檔案寫出去 然後關檔 關檔最後在關 其實理論上程式只有7行 真的非常的簡短 好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執行完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得到的結果的話 他就會在這裡面呢 幫我一個一個的把 這個資料呢就全部恢復了 打開來看應該是沒問題 檔名的話基本上就是這個第15第16個字 看起來好像也都蠻正常的 目前是沒有 發現到 什麼樣的問題發生 OK 當然喔最後的話 這個 合併 有了 分割有了 那只是說有一點比較麻煩 就是說呢你當你在做什麼 合併的時候有沒有 那其實理論上應該 合併完之後 應該就是可以把這些刪掉 刪掉 那 分割的話呢剛好顛倒 就是把它分割完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你會希望說呢 幫我把這個檔案呢 給刪除的話 那會更好 所以喔其實這邊的話 有一個需求 就是說呢 如果亂完之後 可以把某一些檔案幫我刪掉的話 那 程式 該如何撰寫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延伸喔 其實檔案部分的話 除了合併 分割之外喔 其實你們也可以順便喔 因為我覺得呢 你們可以順便了解一個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就OS 剛好用到那個OS.work 那也是OS模組 裡面呢其實還有其他的方法 也非常的好用 那這些方法的話 其實可以讓我們做出 任何的檔案存取的一些方法 包含就是說剛好提到 我們有需求什麼 把那個喔 某個檔案刪掉 remove OS.remove 三檔 那當然的話呢如果你要什麼 你要檢查那個某個檔案是否存在的話 當然你可以什麼 OS.pass 然後判斷說是不是 存在的話 就可以用這一個 叫做.address 然後刮戶裡面的話你可以放 某個檔案 所以喔 假如說我希望最好是因為剛剛有我們已經寫 寫完了剛剛的這個功能 如果我今天希望它更加完善就是 當我產生O的時候 幫我把原來舊的全部刪掉 當我呢把這個分割到這邊的時候呢 幫我把o.tsd刪掉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我剛剛做的那個 答案 參考答案的話是在雲端白板的第26頁 跟正常講應該是第 第29頁 方法1 那還有方法2啦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 來 這就是我們先試試看 的 封面 就 來 了 谢谢观看